雨天民眾放慢速度 因為前方一輛大型連結車 像折甘蔗一樣直接撞進一旁的 國中校園的校門口 而出動了好幾名警力 現場也有調車進行處理善後 而最新路口的監視器也曝光了 可以看到當時連結車疑似 在迴轉的狀況之下失控 真哥是直接衝撞到了校門口 導致車頭有損傷的一個部分 不過還好駕駛是沒有受傷的情況 而地點就發生在高雄凤山下午一點多的時候 而市區當時是下起了一陣滂沱大雨 沒想到發生這起車禍事故 據了解當時募集民眾表示說 當時就看到這輛連結車高速的回轉 還說他會不會翻車 結果沒想到就真的撞了上去 而當時對象還有一輛箱型車 也差一點就跟他撞了上去 不過還好最後是衝撞到校門 而當時因為廉價也沒有學生經過 所以是沒有人員受傷的情形 但詳細的造勢原因警方還要再進一步釐清 以上是來自高雄的詳細情形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